真正收藏颂词必须拥有自带美颜的黑定谣斗粒碗。 一个真正收藏颂词的人,必须拥有设限杰作不是吗? 审美情绪极高的日本收藏家林宇山人初见, 他,时时在日本三德利美术馆的一次, 展览中就曾被深深地吸引心中,不由地发出感叹, 《美轮美奂》的颂词出自于加世德纽约2018年亚洲艺术周林宇山人第三次专场拍卖, 但当时,他,为大阪万叶美术馆所爱此时的林宇山人心中想必有所动, 但并未想到若干年后的某一日可以拥有, 他,万万想不到该版数年后竟为拖甲时的拍卖。 我听到消息,立即飞到香港系汉该版第二天, 我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比较管藏的黑定谣的器物, 再回到香港时,我已经决心头的该器, 大概林宇山人也没想到会有这段缘分吧? 北宋黑定谣这姑班文抖一碗, 十九厘米, 孤架带寻家世德纽约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关于红玫瑰的小插曲, 虽然最终结果是林宇山人如愿, 但也让我们看到拍卖场上身世之风, 瑞士的克恩菲尔德拍卖行一向举行印象拍艺术拍卖会, 他们有一个显为人知的传, 统就是向全场最高价拍品的低价镜头者, 致送红玫瑰传闻台湾收藏家将会于该场家世德拍卖会热心镜头, 我的朋友估计大岛太太会对黑定谣激烈出嫁胆, 最终会成为低价镜头者。 因此早准备好一只红玫瑰出乎意料之外, 后来送予她的红玫瑰并非安慰她, 努力出嫁后落败, 而是祝贺她成为该晚的镜的人。 十多年后的展览中, 银语山人依然对于这个美丽的礼物记忆留心彼时势在, 2002年10月8日万叶美术馆北托家世德拍卖, 是出奇馆藏的重要中国艺术这件, 北宋定谣黑幼这骨斑斗笠碗, 正是其中的扛顶之作。 大岛太太是日本千秋亭古董店的主人, 但在她对于这件北宋定谣黑幼这骨斑斗笠碗的拍卖回忆中, 银语山人可是险些错过。 当时我知道她在加世德香港出现的时候, 我对银语山人说, 这个定谣器武士是届第一, 但她不听我的后来第二天, 我们突然决定飞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看看, 另一个同类古董比较了一下, 觉得还是万叶美术馆是出的这件美太多了。 又回到香港, 银语山人才意识到, 这一定是世界第一, 最终才和一个台湾人激烈竞拍后买到的。 谈及这份往事时, 大岛太太孝延银语山人, 差点错失天下第一的定谣其实就连银语山人, 这个画名都是因为这只北宋定谣, 嘿呦, 这孤班斗笠晚而来的也是大岛, 太太所改的极具视觉冲击的黑定谣局部, 这只定谣就像是一只在太空中的飞船, 带领着我们进入到深邃的宇宙无尽的繁星四方八面, 像我们袭来晚中的优点, 就像是流星仙距在远处再向我们扑来, 又像要是中间逃出来似的形状, 就像一把伞流小小的一点扩大, 简直要把我们吸进去。 大岛太太说, 林雨山人的名字正是此意那么肯知被誉为天外非仙, 的北宋定谣黑佑, 这孤班斗笠, 完本尊到底是何方人胜? 让人如此着迷毛瑞, Robert M. Maury展示这只《黑定谣》晚, 一,即将于纽约时间3月22日上午10点, 在加世德纽约进行拍卖的这只《世界第一》的黑定谣 曾经有过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展览, 是在2012年加世德拍卖为林雨山人所举办的, 古运天成林雨山人宋慈珍藏展览, 中当时未见到十五的笔者, 从图录中看到尺寸时并未有体量概念。